九评共产党十周年座谈 探讨没有中共的华人新纪元 与会民众提出没有中共中国往哪儿走的问题 这引发现场热烈讨论 在场专家随着各书己见却一致同意 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都不应该 是外来共产主义下暴力谎言及一身的 中共特色政治制度 九评共产党十周年座谈 美港台专家齐聚一堂 探讨迈向没有中共的华人新纪元 周末两天和台湾民众激荡火花 往来两岸的台上抛出没有共产党 中国往哪儿走的疑问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认为 九评让人从精神智固中解脱 免于恐惧 指引着价值的遵循方向 我个人觉得九评共产党 也起到震聋起溃 这种世界解读剂的一个效果 了解这个邪恶的本质 我们相信自然而然会有一个正确的道路 在整个历史的安排当中 出现一个适合于人民生活的制度 我不是民主的信仰者 也不是法治的信仰者 这话怎么讲呢 民主会有暴民的民主 法律也可以成为独裁者的工具 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共产党只有65年 他这个4900年的事情他都管不到 中国照样好好的走 那么这个九评共产党不是在提出一个什么制度 这个九评共产党是针对人 强调九评非针对任何政党政权 而是要把人拉出扭曲洗脑的思想泥垃 朱婉琪相信中国人的智慧 能找出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 相信人的善良我也相信 我只是补充一点 我们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使命 怎么样的制度才能保持 最好地保持我们的权利 就是一个民主的自由的法治的制度 连中共总书记本身他都不享受人权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也很矛盾的现象 他们为了特权牺牲了自己的人权 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们每天是战战兢兢的 他们每天坐在中南海里面 他们心中的不安全感是非常高的 你看办一个北京奥运 他把全部东西都封了 指出中共制度畸形为了特权 宁愿放弃人权 不管是商人小老百姓 连最高领导人都生活在强烈恐惧中 十分脆弱 长期推动中国民主化工作的学者强调 民主人权是信念 不是学术研究与分析 相信自己和人的价值才能共同迎接 没有中共的华人新纪元 新唐亚太电视程度要张轩 他们台北怎么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